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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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我想CA近期有公布 全軍破敵三國間諜的實際遊玩展示 應該有蠻多人已經看過這個影片才對 那你沒看過也沒關係 那現在就讓你看看這一段 但其實這也不是我今天這個影片的主要目的啦 主要是來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想而已 就當作是閒聊吧 主要是看過前面幾個影片之後 我想全軍三國應該在內陣上 會比戰錘來得更加深入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從目前看到的內陣版本可以看到 包含各種外交的選項 到今天公布的這個間諜系統 可以看出CA這一次對於全軍破敵三國 是有想加強內陣想法的 目前就我自己聽說的心得啦 應該是阿提拉那個系列的內陣 應該是最多元素的吧 不過因為我沒有玩過羅馬跟阿提拉這個系列 所以不是非常的確定 原因只是單純因為我不太喜歡羅馬跟阿提拉這個時代背景的題材 所以我就也沒入手了 但是本人對於文明帝國阿 群星這類遊戲 雖然說不敢說自己是大佬 但也算是非常愛好者 而且現在我也是有在期待這個 新的文明DLC 也就是那個Gathering Stone 那個新的大型DLC 我也是在等這一片發售 所以對於這個轉變當然是很樂見其成的啦 也對這次三國的一些內陣改動感到非常的期待 當然之前的夜襲實戰影片也是有關注過的 我前面也有做過一次這個影片 那對於新版的戰場機制當然也是非常的有興趣 畢竟我本來就是做這種對戰的影片起家的嘛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呢 核心機制跟內陣系統我都相當期待 但同時也怕會不會有一些設計上的問題 畢竟全軍破敵這系列戰鬥本來就是一個不簡單的東西 那再加上內陣又更加的複雜 所以我不確定對於整體玩家的數量感覺是會有所影響 但就我能知道的資訊來說 能拼湊的大概也沒辦法還原多少全貌啦 不過喜愛三國題材的玩家 我想在亞洲應該也是非常多數 所以我暫時應該也不太擔心會沒人買單這件事情 反倒比較怕很多沒接觸過這個全軍破敵的玩家 第一次接觸全軍破敵反而不太適應而已 因為我想跟風玩家一定會有很多的 還是只能等待正式推出之後才能知道實際玩起來的感受了吧 但目前整體來講的話我確實還是非常期待這個全軍破敵三國的 那就先講講這次的主題就是這個間諜系統 看起來為了還原孫子兵法用蝶的計謀 在這方面確實CA有下點功夫 因為影片內容其實有包含一些反劍、蝶中蝶、背叛等等 他有提到的這些行為 所以其實會讓你取得情報的時候你還是會有所顧忌 因為有可能你安插好的間諜 其實早就背叛你 所以會回傳一些虛假的資訊給你 所以你看到的資訊也不見得就是正確 這一點其實會讓實際戰役中你的部署跟玩法會有相當大的改變 因為以往你使用事物觀的時候是非常直覺的 基本上就是我成功了 再不然就是我失敗了 但這一次看起來沒有那麼簡單 看起來有非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應該實際在玩戰役的時候應該會遇到不少間諜戰的元素 那也會讓我想起以前玩光榮三國志的那一段過去 不過現在就大家應該都知道的 畢竟三國故事很大部分都是透過三國演義來呈現 所以其實部分的死時還原也很難考究 所以大部分故事都是依照後人的傳送跟流傳而編寫 所以對於人物的情感應該對於大部分玩家來說還是特別的高 所以如果這一次全軍破敵能把每個武將的感情投入感提升 其實我是覺得蠻符合大眾對三國的期待感吧 所以也有觀眾問過我說會不會有招募武將的玩法之類的 那目前看起來說不定也是可能會有這一個選項 不過目前釋出的消息的話呢 CA只有提到說這個武將會叛變 那應該也算另類的一種招募吧 再來就是有看到整個世界大地圖的設計 那我感覺應該還是維持了之前全軍破敵的設計方式 也就是一塊領土幾個城池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想大概不太能表現出一些關卡的這些經典時刻吧 例如失守古牢關等等 目前個人還是比較期待實際作戰這一塊 因為帶兵出征 然後一個將軍率領一個隊伍 這個做法確實是挺新穎的 尤其最早之前公布的那個單挑系統 應該是完全能符合大眾期待 雖然我不太覺得歷史中有多少將領真的會在軍隊作戰的時候還特別都拿去單挑 我覺得應該做這件事情是不多 當然還有公布過這個外交系統的玩法 但因為這一塊呢我自己沒有感覺到差異非常大 但確實會有更加細緻的選項 包含一些附庸、賄賂、威嚇等等的選項 就不會完全的只是把會動的都打死 你就看看戰錘都是怎麼玩的 畢竟上兵伐謀、騎士伐嬌、騎士伐兵、騎下工程 工程之法為不得已 然後呢講到這邊原本就要出片了 但是我又看到CA公布了劉備的實機戰役 那從最新的劉備實機戰役影片中 能看到地圖雖然是維持只有城池的狀態 但是地圖、整體的地圖還是非常大 所以大概也不用擔心沒有關卡或關愛的設計 我想這些城池就應該夠玩一個禮拜了吧 CA也同時有表示如果你喜歡中文語音 他正式上線的時候也會有中文語音包的可以讓你選擇 那我當然是一定會選中文語音包啦 這玩三國不選中文語音聽起來非常怪吧 最新的影片中戰鬥的陣型、單挑模式都依然是我預期內的表現 而且畫面精細度看起來跟動作流暢度都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啊我還是想要說這個影片中的單挑動作互打起來 我覺得還是非常的爽快 讓我懷念起以前木服將軍二的那種動作的交流 還記得那時候玩木服將軍的時候 連小兵互相的廝殺都會有那種特殊的動作表現 而且呢無雙模式中的武將 看起來也是能沿襲戰錘的靈族使用模式 看起來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操作也相似非常的不錯 那聽到這邊的話呢 喜歡歷史戰役的模式也別太緊張 因為我記得CS有說過是有無雙模式跟歷史模式 兩種模式可以選 所以你也不用怕說 我是歷史玩家玩起來會太出戲 那你就選擇歷史模式就可以了 整體的軍隊作戰節奏的話 我個人從這些影片看起來 感覺還是跟戰錘挺相像 雖然說全軍破敵可能 整個系列都是這樣的玩法啦 但主要還是覺得包含交戰到撤退或分出勝負的這個節奏 還算是有一些熟悉的感覺 那當然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當然交戰完之後的一些處理選項 也就還是一貫的傳統 那我這邊就不多做討論 另外就畫面中也有看到關於一些官職系統 科技術等等的這些都還是有保留著 那因為我看起來差異也不是說非常的大 就是風格上比較不一樣而已 但是美術設計上的話 我看起來就是非常的美啦 就是非常的有中國風的設計 但是第一次看到這個介面還是會覺得 有點花俏吧 就是感覺這個使用上的直覺性 會比之前的系列要再低一點 不過我想應該習慣之後就 沒有什麼問題 好啦 那以上大概就是想跟各位去聊聊這一次 即將推出的全軍破敵三國的這一個影片啊 那原本是想要做這個間諜的實機展示影片 那做一做就發現 欸 劉備的實機影片也出了 那就非常好我就一次都講一講 剛好可以趕上第一波 整體目前看來呢 就依我之前前面講過的這些內容 就我是非常期待 你看這個畫面上這個科技術 整個花俏都不行 雖然我覺得那個根本上還是 跟原本的科技術沒有什麼太多的落差啦 但是他做成像這樣子 樹枝狀的 你就覺得非常的潮有沒有 設計上還是 非常的符合中國風啦 這一點我是覺得 還不錯的 那當然戰鬥中的各種表現的話 目前看起來因為有陣型的加入 所以跟全軍破敵比起來的話 他就更多的操作性 也有更多的戰術戰略選擇 因為全軍破敵其實拿掉陣型的部分 是蠻蠻可惜的 雖然說你說你選巴托尼亞啊 或者是有一些陣營是可以擺出陣型 但是那還是相對少數 因為畢竟以前玩歷史戰役的全軍破敵的時候 你是可以拉出非常多的陣型 然後適時的做一些變換 然後去給對方一個迎頭痛擊 或者是一個出奇不易的防守或是突襲 那你可以看到畫面中的這些士兵也都是 敘事待發 不是啦 就是你看有一些陣型的表現 看起來是非常生動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那這一次做這個影片 主要還是因為我自己非常期待全軍破敵三國的推出 那也公布了這麼多影片 我覺得距離上一次做這個夜襲時機對戰影片的這個 第一印象也是過了蠻久的時間了 那我想說我在發售前可以再做一次分享 算是聊聊吧 我想如果你有在關注的玩家 應該是這些內容你都看過 應該是不用我自己多做介紹 不過呢 我還是期望可以聽到各位的交流啦 就是一些你跟我不一樣的意見 或者是你覺得 對於這個全軍破敵三國的各種期待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可以來聊聊 那之後全軍破敵三國出之後呢 我應該會有好一陣子的時間 都會在做三國的這個系列吧 應該就不太有時間能做戰錘 那戰錘的話可能會剩下 觀眾投稿可能會繼續做啦 那不確定 不確定 你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交流一下這件事情 我也是想聽聽看看 現在觀眾的一些意見 不然的話 反正沒問題的話 就是全軍破敵三國出的 我是肯定會優先玩的 那戰錘的話也不會放棄 但是比例上就會暫時的降低 那我還是會 到時候推出的時候 還是會快點看看就是 全軍破敵三國線上對戰的情況是怎麼樣 希望不要太不平衡啊 但是我覺得 CA做平衡還是 我也是笑笑的 沒有說真的抱得非常大期待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剩下就 看看這個最後的這些 司機交戰的影片收尾吧 喜歡這個影片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及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就期待 全軍三國的推出了 再次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 我們就要感謝阿蘋 插隊 我也是解散了 我們要感謝阿蘋 超級了 我也是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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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